远景和消防队员获报 说超商内有店员身体不舒服 是立刻赶到现场来协助救援 只见一名男店员 他脸色发白 整个人趴在柜台上 原来他有慢性病 上班之前忘了吃药 所以身体不适 但他非常坚持不愿意去医院 原来是因为凌晨 他临时找不到人支援帮忙来代班 非常尽责的坚守岗位 而远景和消防队员 是好说歹说不断的劝说 最后直到原景说出了这句关键句 好啦不然我帮你代班 这才让男店员 放心的将整间超商交给原景 乖乖的去就医 我们先带你来听一下原景的访问 主要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 因为那个店员蛮执着的 一直不上救护车 我想说先把他送上救护车 然后后面的事情 后面就突然想到说 可能会有怕他们店里的财务受损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先帮忙照顾一下这样 好的 无姓原景说他从今九年 说这次帮忙超商店员代班的经验 还是头一次 一开始有民众见到超商 看着穿制服的原景站在柜台前 还以为是cosplay角色扮演 后来经过原景的一番解释 才让民众都竖起大拇指 直说这警察的服务真的是好贴心啊